是有自由的英文 目前中文字的文字 然後我們隨便看一個這個好了 然後我在extension的部分 其實我就純粹弄到那個content script 然後就是一樣像剛才講過 其實每個頁面在搜尋的時候 我一樣去看斷那個網址的UIL 後面講PDFlog是PPT的畫 然後我就在前面放一個button 然後把它發展直到這個view裡面去 他現在搜尋結束是自己有做的嗎 有做,可是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所以我就自己查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簡單的把UIL 大家真的有介意 其實我是因為大家假如常常搜尋的話 假如你直接在那邊點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開的比較慢 他可能是嚇倒 可是有時候你們可是在搜尋下的話 你並不想嚇倒還是快速樂趣 quickview的話 其實大家希望是download下來的話 通常是可以想要的 quickview是只看前幾天的 quickview他其實把整個在那邊 全部都抓你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然後 然後 現在的那個 如果到這個view的話 現在目前支援那個PDF 然後POPPOINT跟chip 你假如有在做OCE 其實chip是還蠻少瞄 有時候很少瞄 所以他都是輸出team 對 因為他是支援那個 檔案多益 所以它是chip還是很難 不過 chip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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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因為網路上面 像 剛剛搜尋 bio type bio type 其實 沒有辦法搜尋 tip 只要tip 不行 他只有 tpt啊 你試過tip嗎 沒tip他 手機可以打來看 可能自己都想一下 如果我應該 所以 你沒看到其實是沒有tip 可是如果你自己打 那你就是網路上面 你不要以他 你就寫bio type tip 不行 不行 找不到東西 tip 其實是找不到東西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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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 沒有辦法 他的點是沒有 變得出來的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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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背後其實弄了一下 技術都會映到他們 可能自己的本身 機械人是個第一位 雙氣 然後大裝不行 一葉一葉 都 然後 他失敗 因為 檔案太大的話 其實不行 然後之前的 因為郭到時最近有申請他的指紋錄 之前是一直能上傳10Mb的檔案 現在已經上到25Mb 所以而且他沒有支援容量的上限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把東西給我上 重點是沒有想說一個人可以上傳多10Mb 所以大家可以由我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網路的話 其實都可以儲存到東西 這個一盤要不外交太多嗎 這個不是Google App Engine吧 不是真的Google App Engine 不是這個啦 App Engine不是這個 他很接一嗎 很臭 然後其實我後來就當到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康律 就是一個日本人 他是可以去弄銷 他這個是一樣是 他其實裡面有蠻多技術的 裡面有弄到 呃... 像我在Windows的版本 其實他可以點開來看 這邊23看的 其實他是 後段是Call AP 去Delicious那邊 看有多少能把這個網頁加到 嗯... 對... 因為這個版本還不是因為 因為Windows可以 我知道 你現在後面的也可以 他乾脆就直接秀在那個 左下角不是更好 左下角嗎 對啊 剛剛2Strip 直接直接秀在2Strip 上面直接改就好了 那你要去按幹嘛 就是他已經裝好 你乾脆就一直秀在那邊 這個有多少人在Delicious 等下去按 沒有 沒有 而且像 其實有些看到這個 他支援那個 HTN5 他有一些動 哦... Tap 他有一些像那個 你講 我剛剛登錄那個 Gmail錘粉 他其實你在每次 你的Gmail更新 他有小小一點動 就是 可以做比較修 下面的話 只是一直秀在那邊 沒有 其實下面也可以 因為他 他用的就是 CSS3 那個 看那個 PitAnimation 然後就是 轉那個角度 對 我覺得坐在下面 對啊 你看他官方Sample 都已經不講 脫床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不想退 感覺有點像 因為這樣感覺 Browsers H跟2Strip 有點衝 他現在API還沒有講 第幾範 他完全沒有講 第幾範 就只是亮出來 所以有這個網頁 對 不要動 看看就好 那未來如果說 你想要寫東西 到這個 PromoOS的話 Extension也是一個選擇 他實際上就是 如果是這樣 就是 幫助我去瀏覽網頁 去找資料的話 就是 比較方便 好 那 剩下幾天我想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好 那 稍微預告一下 就是 下次聚會 12月9號 應該是12月9號 那個 Google Chrome OS的開發團隊 會有人來這邊 演講 那過幾天我會把這個 因為這邊可能需要點那個 人數的控制 跟那個 餐點 對不對 就是大家可以先點餐 然後可以先來示範 因為到時候 我想 這個主題大家都蠻有興趣的 如果真的Google官方的人來講 應該會有更多人來參加 所以 可能到時候 下次聚會的時候 大家先 注意報名 注意那個 Mail List 就是我們都用那個 Google公司來做 大家注意一下 什麼時候報名 那我們會先讓 有報名的 優先入場 那 好 那下次也歡迎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 應該是他的總事 誰 我不知道 他只有跟我說 他們 因為 HOME always 聽說 聽說 就是在台灣 台灣少 就是少 少數有一個 是在台灣的 一定啊 因為他寫了 你應該不是台灣最強 對 他一直這樣講 也聽說 可能是台灣優勢 所以 那 可能 有謠言 rumor 說 可能會有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帶個 履歷來聽演講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 成員 工作經驗 如果已經有做過一些 femware方面 應該知道 我 聽到了 他要講什麼 細節還沒有 說 他只有說 12月9號 他應該是 12月9號 12月1號 12月1號 會先在 TOSAK的 場子先講 就是 台北 open source user Mix & P 對 Mix Cafe 那邊 有一場 那一場會先講 12月1號 應該相去不遠 對 這邊的話 就12月9號 因為我們下一次聚會 就12月9號 所以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聽 那如果 過去 有做這個 femware經驗 也覺得想挑戰 的話 可以 帶履歷來聽演講 那 可能現場造成 真材 蛤 沒有沒有 就是 如果 好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希望大家參加 這個 12號 的 Hack Song 場地是 也蠻難 蠻難借的 週末 要借 連續的時間 又不希望 花太多錢 所以 希望 至少 參與的 人數 是